然后我在视频里面看见了 我就在家里面就学他这样做 所以我就想找他来跟我们聊一下 怎么把所有的秘迹交给我们 然后我一定要学 他就是通过那些纸张纸盒 就是废物利用 废物利用 很环保哦 主要是将那些纸盒进行各种的创意改造 大家好,我是张帅 我平时会通过废物利用的形式 把废弃的纸盒做成各种玩具 来陪伴孩子玩耍和成长 这三年时间做了有百余件纸盒玩具 也有幸收获到了网友的千万点赞和喜爱 我觉得他真的是那个很了不起 想象力可以那么丰富 他能想到已经很了不起 他还可以做得到 而且做得那么精致 那为什么你会拖延将想用那些纸盒来弄呢 这种纸盒的话它是比较常见 你像我们现在平常网购比较多 那些包装箱呀包装盒比较多 我们经常网购的时候那些人送过来 就肯定有一个盒子包装了所有东西在里面 对物利用 对啊 我跟我孩子就是天天拿那些纸盒剪 我是邻居嘛 他也把我家的纸盒都拿回来 我平常也是这样 看到谁家有纸盒也眼睛都 发亮了 发亮了 对对对 然后我今天带来了几样玩具 可以给几位姐姐看一下 好啊 来啊 那我们现在来开盲盒吧 我今天带来了这个 一个人可以拿着这个 上边这个方块 从这儿 从那边掉下去 掉下去 另外一个人在上边拼 哦 他一起这样子 一起这样子 哦 这个的话 它是上边配的有球 这个球可以旋转嘛 旋转方向 因为它后边撕着光 嗯 你可以 别打到我的脸 小心 小心 好 好 来来来 我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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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来 我 你先 对 你去耿受一下 好厉害 80 你很聪明啊 你不转位置啊 好 好 差一点点 你不要以为 中过一次 就可以中第二次 我告诉你 我觉得可以的 太过了 好 好 这个80分是碰巧的 不是他真的 啊 好 他成任了 啊 哦 好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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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真的 我只小看你的 他都不是小看你的 对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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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是前一段时间 比较火的一个 前水艇游戏 就是那个吗 对 就是那个 你展示吧 一个人在上边转着 然后一个人拉着 下边躲避这个障碍 这个小碍好喜欢的 这些都是你画的吗 对 这些也是自己画上去的 里面是怎么弄的 下面 下面是空的吧 这里边都是空的 它其实就是一整张的长条的纸 两端连在一起 然后它里边有一两个转角 它就可以一直转一直转 这些转角是那些保鲜膜 保鲜膜用完之后 它里边用那个转头 对 我也喜欢留那些东西 说不定有一天可以用来做手工 它手工的话 它很多材料 都是生活中才找到的一些材料 它这个做得很仔细 你这个圆你是怎么弄出来 也是自己刮的吗 自己刮的 圆围给它画出来 圆之后用那个美工刀 一点一点的给刀 为什么不用剪刀呢 你剪刀的话 它剪下去之后 它纸板里边是空的 你剪下去 它那边都压扁了 因为纸盒这个 它做玩具的话 它稍微做得不太细致的话 它可能它用起来 它就没有那么流畅 外观也没有那么好看 我早一点认识你就好 我去年女儿有一个功课 就是做这些 非物力用的那个功课 我早一点认识你 我就可以 每一次我了 也可以为我 我经常这样用 你没有做那么好看 你绝对没有这么好看 我要这么好看 我可以的 只是我没有 我现在知道了 我就更可以了 对啊 我没想到可以这样子 但我想问你 为什么你会想到 做这个的呢 其实第一次给孩子做玩具 是18年的时候 我那时候回老家的时候 也跟那个孩子的爷爷 就我爸爸 还有孩子的大白 我哥哥 我们三个人就说起来 我们小时候的玩具 然后我小时候的玩具 都是爸爸手工做的 然后就说到了一个 我小时候玩的那种拉拉传 拉拉传是啥呢 哇 它这种 我想起多拉A梦 多拉A梦很飞的那个 它是壳套 筷子 跟那个雪老爸 然后就当时就是 我们三个就开始研究 然后又做了一个这个 当时我姑娘就在旁边看着 她感觉特别 做出来的时候 感觉特别新奇 那时候你孩子几岁啊 那时候孩子三岁 然后就当时就想着说 我以后能不能说是自己亲自给孩子做一些玩具 但是你为什么会用手机的那个想法呢 好像手机的游戏啊 那些都是游戏机里面的游戏啊 因为现在的孩子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 他现在都接触这种电子产品 对啊电子的东西 电子产品 有一些 有一些孩子 甚至有一些孩子他很小 他都 都进食了 所以说是 这一种也算是孩子对手机 电子产品里边的游戏的一种好奇 是的 而且可以让他不会脱接 就是那些同龄的小孩玩的东西 他如果也说他完全不知道 当你现在设计那些 他完全知道是怎么样回事 而且是现实的东西 不是你在手机里面的东西 印象会更深刻 对啊 你很有 很有智慧哦 但小孩肯定会有一种好奇心 所以我觉得如果孩子玩那些游戏机啊什么的 可以一个 这个我每一天给他们 如果不上学的时候放假 我会给他们一个小时 玩那个游戏机 而且你一个小时你要分 如果你早上玩完了 晚上中午你不要跟我再说了 没有时间了 适可而止的玩 我也是 就是上学的时候 星期一到星期五不能玩 对 除了放假 就有一个小时给他玩玩 你也是一个小时啊 一个小时 我觉得一个小时 你最好得分两段 他们会分的 他们玩五分钟十分钟 然后妈妈我现在只用了十分钟啊 你帮我记住啊 他真的是这样的啊 据言之 很多人觉得这是玩手机 其实对小孩子不是很好 但其实我们大人 也是常常这样玩手机对不对 对